学习小提琴啊 除了耳朵要很好以外 家长的荷包要很饱 家长的荷包要很饱 我这样讲其实有一点太那个啦 太夸张了 可是因为学乐器 毕竟真的蛮烧钱的 对是真的是需要一些家长的支持 因为我不知道小提琴啊 是不是可以长大再学 很多朋友也问我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也有教过妈妈级的 然后效果如何 效果是在于理解力 会当然绝对比小孩子好很多 但是筋骨的柔软度就差很多了 其实就是说小孩子为什么说 有些东西像手指的运动 这个比较精细的这个动作 在小时候训练 是比你长大 对 训练来的好 也比较快 因为小孩子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比较属于直觉 反应都是很直接的 所以也不见得跟你会拐弯抹角 所以当你一直要他反复的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还蛮好训练 当然看个性啦 但是到大人就这样来讲 像我弹钢琴弹很久 但是我从18岁之后 我是念专科学校 我们学校在18岁之后 就不需要弹钢琴了 所以你现在再叫我回 你看我已经很久没有弹了 我在回来弹钢琴 就生疏了 我就生疏很多了 我的整个肌肉的反应 还有我手指的反应就会慢 所以大人学乐器的状况也是如此 因为小提琴应该是说 在各种乐器 其实在最敏感的部分 都在于手指的表 像吹长笛也是手指的按键 包括伸收喇叭吗 那个铜板乐器 我倒是就比较不要那么熟悉了 开玩笑 伸出喇叭需要比较高的人去拉 因为其实每一个乐器 都有一些他真的 如果说不能说是大家 哪样子的条件不能学 每一个乐器你都只要喜欢 都可以学 只是效果会不会让你事半功倍 就是说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假如说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然后圆一个梦 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多碰乐器 那假如说 当然就是说 但是圆梦 也要圆的美 要感觉很美 不要太不圆 对 因为就是说 假如说你开始学 就一直一直拉拉拉 一直没有进步 然后一直在干扰其他的邻居 这样其实也不是太好 我小时候真的这样 要考试 我半夜12点还在练琴 楼上就大喊 不要再吹了 你这个真的是还好 我连这个 这个我也是练琴 练到12点多 凌晨12点多 隔壁的这个 这个一只狼犬 就跟着我唱歌 那为什么你知道吗 前两天 他的母狗 他老婆 在马路上被撞死了 被车撞死 你碰触到他的心 不是 我觉得可能 我那个时候的演奏功力 觉得可能那个 那个拉出来的声音 太像那只 他刚走的 这个母狗 母狗叫的声音 哇天哪 我真的是叫很久 我真的是觉得说 我真的是很失败 哎呦 很好玩 我以前也是 我只要一吹长笛 我家的狗 就跟着一直 一直叫 一直叫 好惨 觉得自己真的怎么会 怎么会学到这样子呢 对 因为我们真的小时候练习 真的碰到非常非常多 干苦 就是又有干又有苦 现在想起来当然都是很好玩 那可是小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我以后可以不要走这样 碰到瓶颈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瓶颈可能我们未来还是会一直碰到 常常碰到 不过这也就是进步的动力 对 嗯 那我们还讲到 小孩子恋情 嗯 那个乐器那么大 小朋友怎么拉呢 当然啊 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 让各位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服务 对对对对 当然有不同的size 对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很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生长环境就是很自然而然知道 小提琴会有 大提琴有这种状况 对 可是可能大家一开始开始学的父母不知道 对 小提琴需要面对这个这样子的事情 OK 嗯 一开始假如说您的您的公子公主们 对 这个要学小提琴的时候很小 那可能一开始有四分之一的小提琴 哦 所以四分之一是最小的 对 也有八分之一啊 哦 哈 那是给三岁四岁 那个应该是 那个应该是那个装饰品 嗯 我有看过 对那真的也可以拉哦 嗯 真的可以拉哦 那有四分之一的 嗯 大概学习到小学二年级三年级 看你的成长速度 升高 大概可以用到二分之一 嗯 然后再来就是 全 四分之三 哦 还有一个四分之三的琴 那到最后是全琴 嗯 全琴大概是 大概比例上大概是五年级下学期到六年级的时候会用到 会开始可以用 那接下来就是痛苦的开始了 各位家长们请注意听 这个四分之四的全琴 它并不是可以用一辈子的 哦 就是说 随着 我常常在 我常常在想 我妈妈常常跟我说 不知道哦 你这样子学得好 是高兴呢 还是学不好 是万幸呢 你知道吗 就说好 随着你的程度的 随着你程度的进步 嗯 你就需要更好的工具 嗯 对不对 好 那 不了解的我跟你说 四分之一琴 是连琴和连工和琴都送给你一起 哦 就是 配套的 买 买送全部 对对 A餐 嗯 那 买到 combo 然后买到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时候 也有这种 送琴和送工 嗯 一次配套完成 四分之三的时候呢 可能也有这个几率 但是开始了 可能琴 是琴的价钱 嗯 工 是工的价钱 琴和 还可以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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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到四分之四 对不起 嗯 所有东西全部拆开来 哦 以前是还送松香 送间店 啊 现在不是了 到了全琴之后 就大概是 呃 小笔琴的价钱 工的价钱 琴和的价钱 间店的价钱 然后松香的价钱 嗯 好 再来 等到你学的真的不错 嗯 工具 你的工具 实在是跟不上 你的进步了 嗯 可能你就会开始 要找更好的琴 嗯 那现在 是比较发达了啦 像我在那个时候啊 我第一 我后来 在小学六年级 换了一把 那个 新加坡 做的琴 嗯 那个时候就台币八万块 啊 在当时 那还不是可以拉一辈子 那还是 只是工具琴 那可能我被骗了 我也不知道 我常常听到朋友说 哎 我要去德国试一支琴 他试完以后还不见得买 对 没有错 那也有可能一试就买了 嗯 像 然后后来就在 我在换琴的时候 呃 有 以前在 这个 说实在 弦乐器在 价格上 嗯 比较 为人诟病 不像管乐器 就是说 OK 他有一个定价 嗯 那可能有折扣 嗯 但是弦乐器就 这个不好的地方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对 你先讲 就很难说 就很难讲 这个好像漫天寒假都有可能 而且更何况是说 当你 像我曾经有一把琴 1740年的小笔琴 哦 西元1740年的小笔琴 古董 古董 你说他是古董还是乐器 哈哈 但是他可以拉 很好听 你拉起来接着呢 我那次在纽约 嗯 我一听 我在门口听到 我经过一个情商的门口 听到这把琴 有人刚好在试拉嘛 没错 嗯 我一听 马上 冲进去 就 刷卡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 他让我 copy我的那个机票 哈哈哈哈 机票还有我的护照 嗯 然后讲好什么时间 汇钱给他 嗯 就是当你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是六万五美金 六万 哦 好 大家可以自己算 哈哈 哦 那是几年前 其实那个算是 十年前嘛 还不错的乐器 就已经很不错的乐器 对很不错 可是不算是 非常非常贵啦 就是不算是 那种贵的 听清楚了 不算非常贵的钱 对对对 哈哈 所以 所以江长必须要知道说 今天你的小孩 小朋友呢 学的好 你真的要高兴 但是呢 你的荷包会伤心 对 而且 常常有家长会说 他现在要换一支乐器了 对 他要买什么样的等级 那他买差了 小孩子拉的不好听 不开心 买太好了 他以后万一不拉了 怎么办 对 那你们的情 可不可以转手呢 转手会不会赚钱呢 对 其实这个很难说 就是说 这个 但是我必 但是我在这里 可以提供几个 这个选情的这个方式 因为现在 所有的心 像心情 所谓的这个 意大利现代心情 的作者 都还活着 所以其实最 最有争议的是 这个情的身份 就像我们人 我们有身份证 对不对 那有鉴定书 所以你买现在的心情 基本上大概都不叫 没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 宴品 所以 那以前在早期呢 有些很有名的 有些的情是这样子 看起来很老 但是里面的这个 标签会换 换成很贵 很有名的人 这个是过去 真是不道德 但现在已经 这种事情已经很少发生 只要有印象的话 在其实在社会版的 这个报纸上 曾经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 判决 小提琴的 小提琴的 绳帽 对 那 然后 但是现在就比较 比较 比较有一个公信 因为它有认证 对对对 然后它有 最主要是要有鉴定书 那其实 这真的 中间有很多 你越高价的情 你越需要 这样的身份鉴定 但是找谁鉴定 对 那就 假如真的要讲 这真的可以讲很久 这太麻烦了 这个真的 要请 那个 大家真的投身 到这样的行业来之后 你就会慢慢的学习 所以 其实 这个东西是 这只是讲情的部分 还有工 工 工大家 不知道知不知道它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它上面的 工下面的材质是 马 马踪 对不对 马毛 其实它那个 工毛就是马毛 马的尾巴 那个是要换的 那是要换的 那个常常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再讲 我们这一集 是在讲财经心 教大家不要学 教人家怎么理财 还是理债 OK 那个 以我这样子 我是一个长时间在拉琴的人 换一次工毛 换一次工毛 大概是 1500到2000 多久换一次 我大概三个月换一次 我满满开心 长笛不用这样子换 然后还有呢 玄 四条玄 我用的算是 我比较实际 我用的是符合台湾气候的玄 一套玄呢 大概是1000块 那我也差不多三个月换一次 这只是基本的开销 松香还好 松香很便宜 四五百块可以用很久 你只要不要太粗鲁 摔到地上破掉 破掉还有办法救 但是这些消耗品都是必须的 对 那再加上说你拉一段时间 需要调整 保养 然后你的指板 因为打旋的关系会变得 凹凹凹凑这样子 然后又要去刨皮 然后什么种种 然后又要 小地形要注意它的湿度温度 不然它会 这个指板会下线 然后什么种种 是非常麻烦的东西啊 而且其实 你就学生 他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 这些该怎么办 所以真的老师 所以老师的教育 对 非常重要 找一个老师 好的老师 真的是很重要 对 因为好的老师 他就必须 第一个 不是只是教你 拉琴的知识 他要教你 如何 第一个 照顾你的琴 然后 如何去选琴 当然第一个 好听的声音非常重要 对 好听的声音非常重要 然后 未来性 你要去帮学生 想到说 这把琴 到底 你可以用到 大概可以用到多久 依照你的学习的程度 学习的速度 可以用到多久 像我从小到大 大概已经换了 四五把琴 嗯 从我 我说的是 从四分之四开始 嗯 而不是从 这个小学的阶段 小学那些琴 都是工具琴而已 老师有小时候可以借一下 对对对对 那四分之四之后 大概换了五六把 嗯 那其实 有的卖掉之后是赔钱 但也有些 我卖掉之后 换也是会赚 就是因为他会增值 这个比较好 就是你们选乐器才会有这种福利 因为管乐器就是一买 就是折半价 对就是这样子 就没什么好讲的 当然我们不用一直换 这是我们啦 像树笛啊 萨克斯风都要换竹片 Obo也是 还要自己学怎么销 没错 对所以其实每一个乐器 都会碰到他的一些技术上 对需要解决的问题 钱当然是第一个条件而已 那小孩子天分 兴趣 有没有遇到好的老师 也都是 每一个环节都蛮重要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继续聊聊 没有遇到没有遇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